然后他非常的潇洒 不受任何规则 不受任何的道理拘束 他就是有自己的一套 能把事情做成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人 真的很有魅力 我可能没有肖肠那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吧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我可以像他那样 永远不放弃 我叫肖肠 你知道造型感觉就非常有年代感 现在在这个角色里面 还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呢 感受就是挺复古的吧 觉得挺新奇 然后就 现在没挂 每天到现场第一件事 造哥就会给我挂一串钥匙 感觉就是我的伯伯 我的叔叔们会干的事 就把钥匙挂在这 然后会穿那个年代的一些服饰 一些喇叭裤 反正就觉得很酷吧 包括我这首长发 然后也深刻地感觉到 就是这个 就是时尚 就是一个圈 很复古 但是也很帅很潮 其实这个角色 相当于我们上一辈的人 你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 有跟长辈去聊一聊 这个时代的故事吗 看了一些当时年轻人的一些 视频资料 图片资料 当时都有看一些 因为你上一个角色 小北就穿了火线里面 是打游戏 这里面是一个 互联网创业的故事 那在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吗 小北的故事 电竞它毕竟是游戏嘛 我觉得它更加热血 更加燃一点 那肖闯的故事的话 就比较落地吧 我觉得比较比小北 更加跌宕起伏一点 它的工作是一直在经历失败 然后在成功 就跌倒 再爬 就是再爬起来 跌倒再爬起来 就像新电图一样 就卡卡卡卡卡卡 这样子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这次能够体验到 这样子一段的人生 那它在哪段的时候 会特别触动你吗 最打动我的应该就是 小闯离开北京 去广州自己创业那段吧 就是它抛下自己过去 所拥有的一切的那些 成功啊荣耀啊 就是先放下最好的兄弟 放下自己的爱人 然后跑到广州 重新打拼 然后这份勇气和小闯的状态 很鼓舞人心吧 我觉得这份冲劲吧 这份闯劲 真的很小闯 它非常的潇洒 不受任何规则 不受任何的道理拘束 它就是有自己的一套 能把事情做成 你可能看不惯它 但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 你就是比不上这样的人 就很可怕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人 真的很有魅力 能演这样子的角色 我也很开心 你知道是套浑水 非得来汤一下才乐意 重要的是和谁一块来汤 你还记得 作风死海里的那句话吗 蒙我 定什么过 杏华 谢航 张萍萍 是萧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三个人吗 你觉得谁对他的影响最大呢 三个人影响都大呀 裴信华的吧 就像一个战友一样 就像萧桑的另一面一样 他俩是灵魂伴侣来的 就是那种是 就是无条件的信任 然后彼此都 完全互补的一个性格吧 无论是在性格方面还是做事方面 所以说就是感觉他俩在一块做事 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真的在职业 就是能力方面 真的是完全互补 两个人也是无条件信任彼此 然后也是可以为了彼此 放弃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啊什么的 裴信华其实觉得是 萧桑的事业线 那谢航就不用说是爱情线 对 你愿意跟我这样一个江安大大在一起吗 那你愿意一直为他打架节省吗 谢航就是 萧桑唯一的永远的百月光 就是他的萧桑肯定是想把 一切都最好的都给卸航 他一直都那样子爱着卸航 那萧桑的话我觉得就是生命线吧 张萧桑 萧水相逢的萧 萧桑是萧桑身上一道疤吧 那样子的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我觉得萧桑一辈子都觉得 对萧桑有愧吧 我感觉萧桑和谢航之后放弃了很多 他俩心疼的地方就在于 他俩可以一直在为对方去着想 一直想为对方去付出 一直想要让对方去开心 然后萧桑虽然在工作最忙的时候 他依然就想着他跟谢航的感情进度 包括到后面虽然事业有点不顺利 但他依然没有忘记说 感觉该结婚了 他也让萧萧去准备 什么结婚的求婚的那一条龙 虽然结局没有求成 因为出了事 但我觉得他俩真的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吧 是诗教这个词吧 完全是双向奔赴 尤其是我后来去看剪辑那一段 就是我去给他送伞 在一个门口等他那一段 我自己去看那一段的时候都觉得 我天天的爱情 其实还有一场戏我特别喜欢 就是在房间里面 我跟他手摇放映机那场 就是那个我想跟他放电影 但是只有那个只有放映机 没有影片 然后就把那个换灯片 把那个灯打开 然后我在那个灯下面给他演戏 给他演电影 那场戏我觉得挺浪漫的 那小丑感觉还挺会的啊 主要他很真诚 他很知道 对方喜欢什么 他就很用心的 很努力的去给对方制造惊喜吧 在电影里我就是小马哥 我就是许文强 我呢就是想做像他们这样子的野蛮 英雄 他是一个很热情 很仗义的那种人物 这种个性会和你比较像吗 怎么说呢 我也不肯当心头说 哇我一点也不仗义 还是有一点点像的吧 还是本人还是挺讲义气 我觉得对对对 然后消闯的话就不用讲了 他就是感情是一个特别深的人 特别重感情的人 那如果是换作无垒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话 你觉得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呢 我也会像他这样吗 我还真没想过 在那个年代我能干啥呢 那个年代我也就争取当个演员呗 我这脑子去搞电脑 卖电脑估计是不太行 就好好演戏吧 还是当一个小演员也可以 在那个年代 那你自己本人 就和小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感觉我可能没有小丑这么勇敢吧 如果我像小丑一样 那样子跌落到谷底 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我可能就已经心灰意冷了 我可能就没有那份力量再去创业 再去夺回一切 破釜沉舟 我可能没有消闯那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吧 但是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我可以像他那样子 永远不放弃 之前有你的粉丝给你的角色组了一个五类四十八组合吗 你觉得萧闯在这个组合里面会有什么担当吗 做生意担当 做生意 财管 带领大家全面奔向小康 对 如果说某天阿诗勒损萧闯 郑雨昕会成为合作伙伴 统统完成一个目标的话 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 那肯定是给郑雨昕整出道呗 给郑雨昕整场电影节 你小床就去卖票 做营销 宣传 把这个电影节 或者把这艺人包装到 哎呦 做大做强 然后阿诗勒损萧就安保呗 你看那个电影节 那大大那里 那里嗨 那不得有一排 安保在那推着那个 天马 那里嗨 让郑雨昕在台上打地 小床负责卖票 然后各有所得 对吧 然后小北家底下 啊我又站起来啦 串上了 串上了